大家看我的屏幕,说一下那个凤阳遇到的问题 这程序呢,首先把server呢给起来一个 看我屏幕 首先把server给起来一个 等这个起来,然后再起第二个 再起第二个呢,它会打印一个端口使用中 然后仍然会抛一个空纸针刺 观察一下它空纸针抛的是哪行的刺 第二三行 从这你可以观察的出来,当开始到这个exception之后 继续会执行下面这个刺,对不对 相当于从这开始执行,开始到exception了,到这 继续会往下执行 所以最简单的处理办法是什么呢 既然你已经端口在使用中了,我这个socket已经起不来了 怎么办呢 请 关掉 相关程序 当然这个提示呢 你想怎么 你想怎么提示就怎么提示 我提示再简单一点 相关程序 并重新运行 运行服务器 这可以吧 接下来呢你程序就不要继续往下执行了 退出就完了 System.exit 零 可以吧同学们 嗯 那么我相信再也不会出这种问题了就 啊 所以碰到一些问题之后呢 先自己考虑一下啊 看看能不能够解决相关的 其实这个不难不难想到啊 嗯 基本上从这个程序小程序的处理里面 你大概可以发现要写一个完美的程序 是比较麻烦的 是不是啊 看我屏幕 我们尽量的往完美完美里面写 你记着 不论是谁 第一个版本基本上写的都不会特别完美 所以呢 你第一个版本写的不完美没关系 测出bug来以后 一个版本一个版本的把它修完美了就完了 人无完人 金无足尺人无完人是吧 一个程序你要想写的特别特别完美 而且就一遍就搞特完美 基本上不太可能啊 除非你有洁癖 否则不要去这么要求就完了 看我屏幕 我们写下一个版本 那么在下一个版本里边呢 我们要连上多个客户端 有人说老师连多个客户端还不简单 你就连呗 我们观察一下现在的程序 Chat 1.0 finish 引入上一个版本的程序的文件 OK 大家看我屏幕 首先起Server Run起来 稍等片刻 接下来起Client Run起来 这是第一个Client 已经连上了 接下来我起第二个Client 你注意观察 我们来看看服务极端有没有响应 他只打印了一个Client 发现了吧 那么第二个呢 没有 没有连上来 是不是 没有连上来 客户端应该是报错 我们看一眼客户端代码 Connect Connect I saw new circuit Catch unknown Catch io exception Either print stack trace 没想没连上来他应该是报错才对 先试试看啊你好 这是第一个口端可以连上来了我们看第二个你好 你挑任何东西都没有任何想用是不是 可我都应该报错才对啊看一眼啊 为什么没有报错 disconnect connect connect try catch 当我们一挑这个的时候dos.writeutf dos.flash 先不管这小问题了啊一会再分析这问题看完这屏幕现在很明显第二个客户端已经连上来以后呢你会发现第二个客户端并没有接收到服务区端那边的想要你就说第二个客户端并没有连接到服务区端那边的想要 如果说已经连接过去以后在服务区端这边他一定还会再打印一个client connected的应该是这样 我们看一眼服务区端这边代码 大家请看 每当我接受一个客户端的时候我都会打印client connected的是不是啊 现在只有第一个连接上以后他打印出来这句话来了那么第二个 就根本就没有打印这句话说出来说明第二个连连都没有连上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怎么回事 但你分析下这怎么回事呢 这跟一个端口一个IP有什么关系啊你见过服务器都是一个端口一个IP 那不是网上所有的服务器不都是一个端口一个IP吗 你连的都是那玩意的跟那个没关系 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原来写过的程序在一个well处里面你还可以连接很多客户端呢 在这为什么不成呢你分析一下 这里头是原因是这样的 当第一个客户端连接上来以后 第一个客户端已经连上来了 在服务器端这边well be connected 在他连接的过程之中他会不断的去读readUTF readUTF是一个阻塞性的函数 他会跟这啥啥等待 也就是说到这为止 整个的may函数跟这就暂停了 听明白这意思了吧就跟这停住了 那么你想一下第二个客户端再连上来的时候 他有机会再执行这个accept方法吗 绝对没机会有人说那读了一行之后呢 读了一行他继续循环会继续读下一行 是不是啊 你分析一下你永远再也没机会执行到这个accept方法了 所以这程序是在这有一定的问题 目前只能接收一个客户端的连接 想接收第二个不太可能了 再重复一遍 当我们接收了第一个客户端连接之后 我们在这里就进入了一个死循环 并且 这死循环利没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一个阻塞性的方法 他没有接收到任何的这个输入的时候 没有没有接收到任何东西的时候 他就会跟着傻傻等着是不是啊 他就跟着停着 不会继续往前执行 那么大家你想一下第二个客户端如果你想连上来 必须这句话得得到执行的机会 accept得跟这等着才行是不是啊 他现在再也不会跟这等着了 因为accept也是一个阻塞性的方法 只有服务器端跟这等着的时候 你才可以说 哎 来来来来把这个这个呃呃 客户端给连接进来 可是服务器端永远是只跟只会跟这等着 再也不会跟这等着了 所以第二个客户端永远连不上来了 能理解这意思吧 先给大家一点时间 你先理解一下这个这个意思 待会再考虑呢 怎么修正这个问题 大家看我们屏幕 重新回顾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引起的原因是这样的 我们在chat server这边呢 起了一个死循环 呃呃 只要这个 只要这个server启动以后 我们就启动一个循环 不停的接收客户端的连接 也就是客户端连接上来是可以 但是我也要想把它接收进来 必须我要执行accept的这方法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当我们第一个客户端连上来以后 我接收了 我用accept拿到他这个socket连接以后 在我处理这个socket连接的过程之中 我们的may方法处于一种 在这个地方循环的状态 他再也没有机会去接收第二个客户端的连接了 所以你第二个客户端永远得不到处理 你连上来也没信 因为你接收不过来 接收不过来我拿不到你连接 我们之间来回的通信 通信的这个信道就建立不起来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告诉你有两种解决办法 Java呢其实 在从1.4以后 就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解决办法 叫做异步的解决办法 异步 是这个异步 异步的解决办法 这个异步解决办法的意思是 你可以用一个循环死死跟着等着 你只是等着有一个消息 只要有一个客户端想连上来的时候 你马上掉这个连接让它连上来 然后处理呢 你放到其他地去处理 这是一种异步的解决办法 除了这个之外 比较传统的解决办法 是另外一种 就是使用使用线程 使用单独的线程 我们用哪种呢 我们用比较传统的办法 使用单独的线程 因为就这个程序来说 我不是让大家呢 教大家怎么样写一个 在整个的这个internet上 你要运行的一个server 不是这样的 我要让大家练习这图SE的内容 听明白这意思了吧 练习这图SE的内容 把这图SE的各个指点穿起来 所以我们使用线程 也可以说我们是为了使用线程 而使用线程 看我的屏幕 那么就使用线程来说 你怎么设计呢 既然我已经提到线程了 你脑子里是不是有一种新的思路了呢 有人答应啊 那你的思路是什么 进家 思路什么样呢 解决这个办法 用一个线程控制一个客户端 用一个线程控制一个客户端 就行了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呢 主线程不干别的 就是用来接收客户端的连接 你只要连上来 我就给你accept进来 accept完了之后呢 我交给一个单独的线程 来去处理你 你跟那个服务器之间的一个通讯的过程 你什么写一个什么 还是说一个什么随便 听明白这意思了吧 我起一个单独的线程来处理 这是可以的 接下来我们就对这个程序进行大幅度的改造了 因为多线程 我们要起多个线程进来 这就比较麻烦啊 写起来稍微麻烦一些 我们就采用最直观的方式先写 写的过程中 如果遇到任何问题 马上再进行修正 好吧 就采用这种边写边改的方式 如果你是一个有经验的程序员 我基本上不用给你讲这种比较 要走弯路这种方式 正因为现在咱们大家呢 没有什么写代码的经验 所以 整个中间犯错的过程 我也一并的给你带出来 看我的屏幕 既然写到这里了 我们要当然建立一个线程类 这个线程类又遇到同样的问题 你是写一个并排的类呢 还是写一个内部类呢 还是写一个匿名类呢 匿名类就不考虑了 匿名类你这个 我估计你这个代码写起来 肯定得百八十行不止 你写匿名类看起来太麻烦了 不太可能 况且县程类你见过匿名的吗 好像没见过吧 啊 但是其实也能写 不是不能写 用的比较少 那么剩下两个选择 一个是内部类 一个是并排的外部类 选哪个 内部类还是外部类 用内部类还是外部类 要看你这个类 需不需要被别的为别的类服务 如果说只为我这自己 这类服务的话 我内部类足足够了 听明白这意思了吧 如果你需要为其他的类还要提供服务 我必须写成外部类 那么大家想一下 需要给别的类提供服务吗 暂时不需要 起码暂时不需要 是吧 所以我们再写成内部类 大家请看我写内部类的时候 我首先把面的方法关起来 这样你会看得非常清楚 你这个新建的类 是和谁是并排的在谁里边 听明白了吧 你不要随便捡一地儿啊 我发现有好同学真是 连看都不看你知道吗 这大口号看的挺顺眼的 漂亮 光当就在里边写一个class出来 你遇到错误 都不知道从哪出的错 你让老师我调 我都不知道从哪调 一大堆大口号中间 还对的不齐 中间包着一个class 上面写着一大堆的错 看我屏幕你把它关起来 然后呢你就能看得非常清楚 你新建的类位于什么样的位置 我们进行这个类 class 给它起一名 我叫它client 为什么叫client呢 这是一个常见的名字 client的名字 代表的是 客户端那边 在服务器端那边的一个包装 类上的一个包装 class client 既然它是 现成类 implements runnable 问题马上就来了 你既然实现了runnable的接口 当然要重写run方法 是不是 最简单的办法 让它自己帮你加上这run方法 那么这run方法怎么办呢 现在的问题是你每接收到 来看我的屏幕 要求你每次都接收到一个socket的时候 然后交给一个单独的线程去处理 在这个线程里边 你再拿到它的 data input stream也好 output stream也好 你再啊 你再拿到相关的东西 然后再进行各种各样的处理 那么问题马上就来了 你觉得这个类里边 应该保留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吗 看我的屏幕 大家会呢 经验经验不是很多 我直接给大家写出来 你首先应该保有的 当然是 一个socket 这个socket代表着你 你的这个客户端跟 真正的那个啊 连接上来的客户端之间的一个连接 是不是啊 除了这个之外呢 保留一个data input stream 就像 我们上面这个 data input stream一样 每一个客户端都保留有自己的一个input stream 看我的屏幕 当我们每次接收到一个socket以后 你应该把这个socket的包装好 包装给单独的自己的一个客户端 其实从面向那面向对象的角度上来讲 对于client这个类来说 客户端这个类来说 你觉得他是不是应该保留有自己的连接啊 那是当然的是不是 每个客户有他自己的连接 不要着急敲 先听明白了好不好 先听明白了咱们磨刀不过砍柴工 先听明白了你待会再敲 反正有视频录下来你找什么急啊怕什么 看我的屏幕 那么也就是说我现在呢 接收到一个socket连接以后 我要起一个线程 在起这个线程的时候 当然我要把socket连接传递给这个线程 它的内部的属性 所以传递这个属性最常用的方法 什么样的方法呀 什么样的方法 没事大声说 没错 构造方法 client socket s s 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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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的屏幕 那么我自己在这个may方法里头定义这个socket不需要了 没得必要了 socket pd 连接上来以后 看我屏幕 我接下来client s.s.c s.s.s. depends 是不是啊 然后把这个s传进去 接下来剩下的处理应该在哪啊 应该都位于我们这client自己的里边 是不是啊 dis.s等于s 当然你顺便的把这个dis也给它处理化了 dis等于什么呢 s.getInputStream 写tryCatch 啊对不起不是tryCatch 是new一个dataInputStream 所以它传输传进来 然后再写tryCatch是吧 dis等于new一个dataInputStream s.getInputStream 接下来 你就应该让这个线程启动了 启动起来以后 你们自己家的事你自己处理去 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当然这么写 c.r new一个thread 把c传进来 dr s.r的方法 让这个线程启动 那么这个线程启动以后 当然这个socket没有了 去掉 这个dis 一会再修正那样的问题 我们先把框架写出来 那么这个线程启动以后 它起的是哪个方法 是run方法 对不对 我把刚才我卡掉的东西 copy到这 beconnected等于true 不说了 保留在我们的成员变量里面 刚开始等于false 当我们new出来这个client连接之后 当我们new出这个client连接之后 已经连上了 连上了以后 当然是应该 beconnected就等于true了 接下来 在我们的线程体里面 线程的运行的这个方法体里面 dis已经拿到了 不需要拿了 非常简单 well beconnected stringstring等于dis.readutf 是不是 当然 应该怎么写啊 写true catch try catch catch什么呢 把上面这段话呢 给它copy下来 包含我们最后的这个处理 copy到这 catch到任何的eof exception 说client端close掉了 我们要把它给关闭掉 最后无论如何都要给关闭掉 只要这线程结束 我就应该给它关闭掉 是不是啊 这就是对这个线程的处理 看我的屏幕 那么我们修正上面的main方法 main方法就比较简单了 这回 accept catch到任何的 iof exception 处理iof exception 足够了 最后finally里面怎么处理呢 看我屏幕 等于new client 等于new client 怎么不对吗 no closing ach server 这里是一比较复杂的问题 一会再说 那么大家想一下 对于server这边 finally里面应该怎么处理呢 最后了 这是整个main方法最后了 这个死循环都结束了 finally里面应该怎么处理呢 ss.close 对于我们整个server socket 是不是要给它关掉啊 整个的server socket 必须得给它关掉 ok 好了 回顾整个程序的修正的过程 整个程序修正过程是这样的 因为如果你把这个处理 处理他们的来回之间的这个数据 服务器端和客户端来回之间的通讯的数据 还有呢和接收客户端的连接 这两个东西放在一个县程里边的话 第二个客户端 你就接收不进来 解决的办法是 把接收的这个这个县程 和我们处理这个数据的这个县程 给它分开来 是不是啊 每接收一个连接 起一个单独的县程去处理它 接下来看我的屏幕 这里还有一点点小小的问题 client c等于 new client s 大家请看 我是在哪个方法里面new的呀 main方法 在main方法里new的 想一下在main方法 它是一个static方法 而我这个class client呢 是一个动态的方法 是一个动态的类是不是啊 我们能在一个静态的方法里面 你有一个动态的内部类吗 这是没戏的 啊 告诉你 没戏的 解决的办法 也是一种非常通用的解决办法 看我屏幕 我直接给它写出来 Hollywood start Chat server的start方法 那么在这个start方法里边 这两个成员变量 定义到我们的 Chat server 作为成员变量定义出去啊 刚才那两个局部变量 作为成员变量定义出来 这个东西 对于Chat server是不需要的 接下来 这些个所有的方法 所有的调用过程 全部包装到这个方法里面 这句话也是不需要的 那么在main方法里头 只有一句话 也是非常符合 面向对象那种思想 他本身启动这个方法 就应该包装在他自身的 这个类里边 对于我们main方法 我们不应该去了解 对于main方法 他就是一个大总管 他应该让别人干事 应该怎么干呢 回想一下我们原来讲 面向对象的时候 我们说 你要开一辆车 去新疆 不是说你非得告诉这车 首先第一步要干嘛 第二步要干嘛 第三步要干嘛 对于我们main方法来说 他就像我们那车的司机 他要开这车 我不一定非得说 我要第一步我要怎么办 第二步要怎么办 第三步要挂挡 第四步松离合 第五步要加油门 等等等等 不需要 我们要做的就是 你不是给我一辆车吗 拣一拆server 拣出来了 很简单 请你给我start 就完了 听明白的意思了吧 而start本身这方法 你应该包装在chat server里边 public void start 在start的时候 把这个server socket给监定好 监定好以后 开始接收 这句话最合适的地儿 应该放在这儿 已经起来了 已经起来了 然后呢 他started 当然是true 起来之后 已经起来了 我就不断的接收客户端的连接 每接收一个客户端连接进来的时候 我就new一个client出来 new一线程出来 然后让这个线程start 就搞定 线程start以后 他就会掉用这run方法 不断的处理每一个客户端的连接 处理上了 怎么处理的呢 接收进来客户端写给我的字符串 然后把它打印出来 这回大家看我们的屏幕 我们再重新运行一下 chat server起来 chat client起来 起第一个client 第二个client 第三个client 这次我们看看 我们这三个client 写东西 服务极端 是不是都可以收得着了 先写第一个 你好 请大家看 这里有一个你好 是不是 三个client端连接了上来 接下来 在这边写 你好 没问题吧 没问题吧 这次就没问题了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版本 这个版本里头 你稍微回顾一下 有这么几个知识点 第一个知识点 我们要想接收多个客户端的连接 必须要处理好接收和处理数据的问题 一种办法是使用一部的螺式 这是GDK1.4以后呢 新增的东西 没在这个包里面 是在那个NewIO那个包里面 应该是 那么除了一种办法之外 还有一种传统的解决办法 就是采用线程的方式 我们把接收进来 接收客户端进来 这个线程 和我们处理客户端的连接 来回来取传数据这个线程 给它区分开来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处理多个客户端连接了 主线程就负责什么呢 就负责起来之后 不断的接收客户端连接 那么当接收到一个客户端连接之后 把这个客户端连接包装好 包装到一个client的包装类里面 单独的线程类里面 然后让这个线程启动 去处理这个连接就足够了 实际上我改的东西确实比较多 但是这个逻辑上来说 它不是很复杂 你只要照着这个逻辑走 只不过细节比较多而已 非常多 那么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小小的知识点 就是说 我们想拗一个类的内部类的话 你在静态里面是拗不出来的 为什么呀 分析一下为什么 抬头看白板 静态的方法里面是拗不出来的 刚才没方法里不就拗不出来吗 抬头看白板 这是为什么呢 有专门拗出来的语法 但是比较复杂 最简单的处理办法 就是给它单独的封装到某一个方法里面 直接调整方法就完了 这是最简单的办法 单独封装到拗带的方法里面就可以了 抬头看白板 这是我们的这个外部包装类 这是我们的内部类 那么大家你想一下 你要想拗一个内部类的话 你是不是应该首先拗一个外面包装类 对象太重啊 是不是啊 然后你才能去拗这个内部类 对不对 所以处理办法是首先拗一个外面的类 然后再定用那个里面点拗 内部包装类 那预法比较可 没见过就算了 无所谓的事 有其他的办法 什么样的办法呢 就是你在外面包装类里面 单独的写一个方法 在这个方法里面去拗它 这个就没问题了 然后在你的内方法里面 再调用我这个方法 我们写了一个start的方法 在这个start的方法里面 拗我们的内部类 拗了client 然后我再调用这方法 这就没问题了 不要直接拗 好吧 OK 请大家呢 争取把这个程序呢 给他写出来 今天的最后一个版本 好吧 解决了这个版本之后 剩下的问题 大家看我的屏幕 这个小程序是我们过的第一道坎 是一个比较大的 大一点的坎 如果说你看我的这个执行的过程 觉得思路比较乱的话 其实我认为我自己的思路比较清晰 但是可能你认为 你跟不上 你要理解别人思路来说 确实要绕一定的弯 你要理解不了 跟不上我思路没关系 你读我刚刚写完这程序 听明白了吧 读这个程序 看能不能读懂它 你读完了之后 能理解这个程序的意思 你也大概理解这思路什么意思了 这是一种非常固定的方法 就是说 我们在MAY方法里面不干别的 就是接收客户端连接 那么接收上来 以后怎么办呢 转发起一个线程 单独的去处理它 这是经常经常使用的一种方式 这也是多线程的运用的 一个典型的例子 所以重点的大家要理解 这个多线程的运用 OK 争取着在原来的基础之上 自己给它改出来 这里大家看我的屏幕 其实你写的时候 如果说你觉得 这个try catch非常的麻烦 你可以考虑给它写成 throse exception 好吧 怎么写下一个项目的时候呢 如果说特别特别麻烦的时候 我们会考虑写成throse exception 把这个项目背后 它主要的逻辑给大家体现出来 第一个项目 我要让大家建立一种观念 就是说 你写一个正确的项目 跟你写一个完美的项目 它们之间的区别是非常非常大的 差 正确的项目100行代码 完美的项目就是300行代码 好 小 好 谢谢大家